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显示心里在众人面前证明一下自己有多聪明 展示一下自己有多漂亮 这些都还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像我们今天节目中的这位心直口快 竟在别人面前是吹嘘自己多么多么能赚钱 那可就太危险了 十一点半 突如其来对一场烈火冲散了人们收获的喜悦 火灾发生在库尔勒市迎下路的一座二层楼底商的门面房 这是一个金银箱里包装纸箱的商店 商店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由于店内纸质易感物很多 火势蔓延迅速 浓烟滚滚 片刻功夫 现场内部大部分货物被烧毁 甚至连金属雪莲门和钢窗也全部变形 小房部门的铺就工作迅速展开 很快就控制了火势 现场被焚烧后的纸箱产生出大量灰烬 不经意中 回敬堆里的一个发现 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 现场有这个大量的紫箱 把那个紫箱拔出来以后呢 在拔的过程中呢 发现了尸体 一拔不下 拔出了一条腿 警方初步调查阻地 死者是居住在这里的女店主 王体荣 这个受害人呢 王体荣有个一米七左右 一个个子 那么烧的呢 也就剩下一个七八十五分 剩下这么长一节子呢 现场很惨不忍睹的这么一个现场 商店里堆积了大量的纸箱等包装品 会不会是由于王体荣自己的疏忽大意 从而导致失火 酿成这一惨剧呢 警方的这一猜测 很快就被现场法医的检验否定 呼吸道没有灼伤 这意味着死者在火灾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商店里并没有可能导致失火的电气和燃锯 警方判断 这是一场仍为的纵火 仅进一步仔细检验 法医在死者头部发现了一处致命的动气伤痕 在胸口有三处刀伤 检验结果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一个无情的事实 王体荣是被人杀害后 又惨遭焚尸灭迹的 专案组迅速成立 侦查工作随即展开 每一把大火点燃 又经过紧张铺救的商店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和物证 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刀具 通过这个除害人的家里的当时一个故宫进行辨认 因为这个刀具已经被烧得已经变形了 他也辩认不出来具体是不是他们自己的商量里头的刀具 案发现场处于城乡结合部 临街的都是做各种生意的商铺 周围是维吾尔族和汉族居民混杂的居住地 维族主要是城市人口 汉族大多是族族的外来人口 被害人王体荣43岁 汉族人 是库尔勒临近的燕旗县人 前不久独自来到库尔勒做生意 9月29日 也就是事发当天的上午 他卖出去一批纸箱收入一万五千多元 但是在现场没有发现大量现金的痕迹 一万五六千块钱应该是很大一碟子的 能把这样子烧成灰烬的话 我们在现场也应该能够发现 并且他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发现了他装钱物的这一个小包 这个包呢 从这个包里面看 也没有他的这个钱的这种痕迹 这个女的性格呢 比较好爽 腿巴也说 比方说他说他曾经吹过这样的话 说五千块钱 今天我赠了五千 他就边说我赠了七千 赠了八千或者一万 这样的情况他都有 由于王体荣心之口快 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他当天的收入情况 难道是因为他的直爽引起了别人的邪念 才招致杀身之祸的吗 当天下午 王体荣忙于生意 一直没有离开商店 傍晚 他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围族饭馆吃饭 之后又到隔壁的商店 给他在烟旗县的家人打电话 此时是晚上十一点左右 打了三个电话 其实店主产应当天他可能营业比较好 营业比较高 心情还比较高兴 打完电话以后呢 因为当商店的女老板和他这个 互相认识经常在他们打电话 互相认识的 这个商店的女老板呢 看着他走到这个马路的中间 然后呢这个商店的女老板回去了 王体荣走了不到十五分钟这个时间 然后以后呢就发现有人报警 他那个地方已经开始促火了 从回到商店到起火 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钟 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内 王体荣遭遇到了什么 王体荣返回 指向经销部的时候 嫌疑人可能在现场受益潜伏 卷量门是被拉下来的 被拉下来 离地面大概有二十五分钟左右 可能是嫌疑人 为他进入指经销部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喉壳专专业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喉壳专专业 咨询电话 024-6250-1656 6250-1656 地址 沈阳站集市 连营转世成功 欧大集团强势入主 欧亚连营新水熟 新链投兵 2月3月16日 全场商品三道五折 累计购物三百元 折上贷送过年礼 百万年货 顾不停 欧亚连营信誉用狠